從哪一隻隊伍進到敗者組呢 馬上來看今天BL5的賽事 藍方普加亞爾在紅方是麻吉第一手 勒布朗 明顯果然還是受到了蠻大的針對 普加亞爾在昨天的藍方BAN除了勒布朗是弊案之外 就是都會針對對方的Jungle做封鎖 所以這邊也有可能繼續去往這個奶的方向做 喔唷 這是範圍的Sanna 看起來麻吉真的對Sanna這個角色是群手層中的 藍方的位置普加亞爾都得先用一邊去做處理 在麻吉就要來看一下怎麼去封鎖對面了 賽特上路有沒有BAN呢 有了 確實已經BAN掉 也就是處理了 還是比較保險喔 就與其要碰到不如先BAN掉這種感覺 那現在不然克里斯達還開著 那也沒啦 克里斯達這邊普加亞爾自己按掉了 我們是不是烏鴉嘴一講就啥 那再講一隻 這邊還有什麼角色 喔 按了藍寶 唉唷 這沒想到了嗎 這個沒想到 這個是沒想到 這個比較特別的角色 那當然本家也是有這樣一個套路的喔 這種加文藍寶鎮 他們也挺熟悉的 想看一下法洛斯 加入位置 這個現在豪英傑的推出BG越來越低 法洛斯成為首搶 對 那除了法洛斯之外 就剩下伊澤跟豪英傑了吧 所以 麻吉這邊可以去想 如果他們要把對方的 呃 潘根基給搶掉的話 那本家還是可以拿出 射雷西的 所以 這個應該會讓他們比較 不會想要在 呃 前兩選的地方 去抵耐掉對方的坦承 那可以就選 唉唷 比較穩定的打上路嗎 喔 通常選紅方 上路這個位置的康德機率高啊 但這裡首先一個2 當然也有可能是中路啦 呃 加文是我們剛剛有提到過 我覺得兩隊的Jungle都蠻 呃 優先順位蠻高的一隻Jungle角色 特別是 現在又看到兩隻沒有位的AD嘛 所以加文的順位勢必是 呃 比原本還要更高一些 看到加文我就會想到 呃 淋選準備要拿阿齊爾的感覺嘛 對 就是少數能夠阻擋這種 比較進攻型打野的一隻角色 淋選也比較熟悉的 這邊拿到了 布朗姆 那其實麻吉就有巴德的可能性喔 因為巴德算是一隻還蠻好打布朗姆的角色 看是要對線打還是說 如果今天是真的怕加文的話 因為Tanker型是可以來救好運氣 就整體的保護性也夠 就看麻吉下路要怎麼去做進攻 是前期先打還是後期 對 所以當然也可以先搶裝頭 比如說像豬女這類型的角色 也是Jungle蠻愛玩的 烏有 OK 來了色雷系 還是一個比較進攻型的下路 這場麻吉的話 頭巾下路感覺是不錯的 有二爾賽的關係喔 所以會讓麻吉 等一下可以更往中後期的方向去做選擇 像阿奇爾可能就是DJD在第二輪 不得不ban的一隻角色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來看一下Vajaya 現在剛剛我們看到Mission熟悉的幾隻角色 一一封鎖對Vajaya絕對不是壞事喔 Mission在後期的表現覺得是非常亮眼 阿奇爾覺得是沒了 那這個後期搞不好也可以考慮直接按一按囉 因為這兩隻角色的像性確實是蠻像的 而且麻吉在今年其實一直就是打一個雙核心的套路 就是下路的Bloops 他選了蠻多好運節 那好運節其實他 我們有提到過 他跟一般的AD比起來 他的持續輸出能力在後戰當中是比較低的 那這個持續輸出的問題 就由東山的角色池 阿奇爾跟庫奇來補上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封鎖 可能會是蠻直觀的選擇 那是Bin掉了賽勒斯 在麻吉這裡 現在賽勒斯中上的混淆味效果也是特別強 這兩隻角色長也都像是在幫二爾去藏一下 避免對方阿智拿到太優勢的現場角色 喔 Bin了一首柔衣喔 柔衣其實我剛剛在考慮的點是 可能不會Bin 因為左邊要針對柔衣的能力其實特別多 這個控制力是蠻足的 那搭配佳文嘛 佳文對沒有位移的角色就是非常好大 但Bin掉還是懼怕了Mission角色池的其中之 也是再度的封鎖 那這樣子的話 中路可以先給讓達里的位置先出來 所以 鬆肯的雷克薩 決定要拿雷克薩 那 已經沒有 然後 呃 勒布朗跟柔衣可以做搭配喔 那可能剩下比較好搭配的中路角色是 辛朵拉 那這也是 也算是Mission角色池裡面的一隻 看一下Margie 讓自己的中路藏在最後一手 果然 主將是放在最後一刻的 那Berjaya 可以趕緊亮出自己的兩隻角色了 那這時候呢 亮出兩隻的混淆效果 像是阿卡利加二薩斯 是不是會非常的美呢 當然 如果這邊盲選阿卡利的話 就會有 對方可以在後手去做Counter的可能性 阿卡利 雖然說在10.7她的R有被Buff過 但 畢竟還不算是那麼強勢的打線角色 那是選擇了 厄薩斯加辛朵拉 辛朵拉盲量算是現在最穩的 但 而且也可以預期對方的Mission 是比較不容易拿出 像是艾克斯類的Counter 所以這個盲選算選得蠻漂亮的 如果被對方拿到雷克薩加辛朵拉的話 那 對面的鐘也可能在前面就會有太多的遊戲 那究竟今天的第一場 Mission航空來了嗎 OK Mission航空 不意外 要起飛了 嗯 確實是一個比較不意外的選擇 當然 對於Mission來說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對 那當然麻吉的這個陣容 就很像是他們 在這段連勝期間一直愛玩的陣容 就是 中下雙核心 然後一樣是去尋找那個Power Spike的機會來直接團戰 那對BJD來說他們的陣容更需要主動去做一些事情 他們更需要去主動破壞麻吉發育到後期的節奏 沒錯 麻吉其實雖然作為了一個PCS春季賽的龍頭老大 但他們的打法終究不是像我們可能近幾年 像LMS所看到的那種滴零 就是我前期一瞬間就載字把比賽帶走的那種感覺 對 而是我漸漸的農到25分鐘 以不戳啊 不出事情的這種態度 把比賽慢慢的帶到自己的節奏和玩下 拿下比賽這種感覺 但其實我們 在這幾年的 呃 泰港澳聯賽也 比較少看到像麻吉這種 呃 他們在春季賽的表現真的可以說是 穩 但是他們 呃去挑 挑架打的時機點 又抓的比大部分 這個我都聰明很 對 往往就是 呃可能是15分鐘的小龍 可能是顧惜或是好人姐剛有低劍裝備的時候 去發起一波團戰 贏了之後就 從頭到尾不給對方任何翻盤的機會 所以說知道什麼時間點要出手 這對麻吉來說是一個 非常強的一個洞察力 就來看一下今天的比賽 Lose誰手吧 我剛剛沒看錯 是不是有一位選手 他亮了GX的頭像 蛤 你有沒有看到 真的嗎 他就越開頭 對像這個圖 因為在前幾年的時候 就MS的三支隊伍出去的時候 都會有賣 這種頭像 你可以去買 老實說我是選買的 哈哈 好挺好挺 但我這個比賽結束後 我就換掉了 哈哈 但選手我剛剛看到 還有人亮GX的 看起來這個 心是同在的 說不定是GX的選 前選手 身為GX 死為GX 死為GX 這種感覺 那今天的話 可是GX確實也是帶了這麼一點 夢想的 要前來今天的比賽 雙方隔岸關火 隔岸比戰 阿智直接走出來 欸 第一場比賽 我們PCS真的是友好聯盟 之前都有人提醒沒裝的人 趕緊回家補裝 對不對 現在比個戰 也不差好不好 大家快樂起來 K2這場比賽他帶的虛弱 但這個虛弱 說真的在會戰當中的使用目標 應該僅限於雷克薩啦 所以 呃 這應該是防止雷克薩在前期 如果有拿到頭鋒進雪球的時候 呃 不斷去圖示後排的一個 呃 造反式技能選擇 居住現在真的好強的啊 點燃 沒人帶了 全場一個點燃都沒有 完全燒不起來 沒錯 火氣沒了 麻吉這邊在前期 其實就非常仰賴雷克薩的表現 但 呃 其實如果說在 他們選後期陣的情況下 要搭配一次能夠在前期 穩住節奏的話 我覺得反而歐拉夫 可能會是更適合的一隻角色 那雷克薩就 呃 如果在前期真的 過得太和平的話 他其實在後期還是會有降游的可能性 沒錯 影響力來說 詹姆乃 以麻吉的角度來說 是投向了更前期的一個目標 那自然的 得再刷完野之後 趕緊找點事情出 雙方的開野路線的話 其實是差不多的 不過 相比於 柏加雅 麻吉這裡的打野 結果乃是選擇了 兩個buff的起手 瞬間的雙buff到手 那兩邊都是往下打喔 所以這個下半部的河蟹就會是 可能 比較早期有可能爭奪的目標 那目前以陷入來看 對BJD是比較有利的 中下路都是推線 而且酷奇在前面其實是輸很多的喔 他的水已經在 不到三分鐘的時間全部喝光了 那 反而是金土雅這邊 不但狀態維持也比較好 而且還有兩瓶水在 而在另外一邊 回到了下落 Jumna已經偷偷摸過來 而翻山的位置是沒有被察覺到的 BJD根本不知道 這邊射雷星可能要閃上囉 閃線上囉 一個刷 沒想閃刷 所以沒有留住 Jumna 哇往前 這是K2閃線 閃到了Jumna的臉上啊 這個虛弱救不了自己 Jumna帶著Grex的 一個頭像拿下的手殺 後面是TP 趕到的 金朵拉 慢慢過來 不過被嚇了一個虛弱 閃閃來遲的打野 恩索無法參與這個下路的戰士 哇這一波 對 BJD的下路來講 真的是非常可惜 他們有取得推線優勢 布朗姆也去河道放了一個眼睛來 鞏固自己的視野 但雷克薩的鑽的位置實在 太巧妙了 先用翻山下牆 之後再直接繞到後面 雖然說 K2的第一波開戰沒有跟上 但後面K2這邊也是蠻尷尬的 啊 他 他被那個眼神你知道嗎 恐懼到了 我一定要閃線 哎呀閃到 閃到隧道上了 哎呦被翻起來了 他這邊感覺就是在預判 呃 JM奶會交閃翻他 然後他在閃線走 啊 這個 聰明反被聰明 真的是尷尬 真的是尷尬 閃到了JM奶的這個頭上啊 而且這一波的擊殺 不只是先帶起了下半部的手殺 更大的差別其實是 漫玩他是交了一個傳送 來到中路的 所以來到下路 轉轉轉把第二顆的人頭給拿下 哇 原來乃哥 不是不玩前期Jungle 他拿出來就要見血耶 他不是不玩 他是不想玩 他不想玩 真的 這樣會捏太快嗎 哇這裡 一個二零零 哇這個 恐怖的雷克薩 鑽誰誰死啊 哇 這邊是繞到上半部來 那 阿茲的失誤感覺有一點嚴重啊 他在 有些的情況下想要往下半部靠 但反而是靠得有點太過頭了 所以 閃線也沒辦法交到很理想 直接被對方又帶走一顆擊殺 哇 這兩個擊殺感覺都有點 過於簡單了 嗯 有家好像交了很多很多的技能 但感覺又在 這個 兔子放屁 所以感覺他沒做什麼 然後他就死掉了 而且剛剛那一波其實最大的受益者是東山 因為他前面我們剛剛提到 他在喚血的部分 其實被辛朵拉壓制的是很嚴重 但辛朵拉 剛剛是在沒有回家的情況下 直接TP到下半部 沒有拿到任何東西 反而讓東山現在把傳送扣著 而且找到一個好的回復時間 麻吉現在 上下各gank成功一次 還解放了mission 順便再拿龍 哇 哇 君不奶 君不奶是真的 哇 要來虐的耶 真的真的在虐的 他是要來虐的 昨天這個JR在轉播的時候有說 我很喜歡講說誰很喜歡 誰準備好要預約MVP的 對 那這場比賽目前看下來 有一位非常強勁的候選人 已經準備好 坐在MVP的寶座上 就一個上一個下 準備再吃一條龍 節奏堪稱完美 可是加爾人員也因為這幾波的 進攻之下 只能先區域防守 沒有太多的進攻主動權 尤其是佳文吧 這裡完全 佳文就是刷 他確實等級比較高 他也是五等 打這個雷克薩四等 但大家也都看得出來 這雷克薩做的事情 特別特別多 現在就看恩蘇能不能 來去打一個反攻的機會 畢竟他還是有刷的優勢的吧 而且我們賽前才剛剛提到 Bergia其實在前期非常 仰賴恩蘇帶節奏的能力 那往往只要在這個前期 節奏帶不太起來的話 他們在遊戲落後的時候 就比較難找到營運的方式 所以這個也是他們 目前遇到一個比較大的隱憂 只能看看另外一位 Bergia的隱藏Carrie位 阿智了 阿智現在領先 就算在被擊殺過一次之後 還是有著將近10CS的一個領先 快兩波 我覺得惡詐斯在這個版本當中 你看到蠻多的選手又願意去選他 其實最主要還是 死亡之五的BOB 對他來說真的是太大太大的加成 沒錯 那請問一下大媽去哪了 一羅一 這個雙費我也蠻合適的阿 我怎麼出不了場 那還是沒辦法 他在跟甘普朗克談戀愛嗎 甘普朗克這局出場率也變低了 說不知 兩個人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中路位 Mission已經找回了自己的節奏了 現在也是 酷奇的新出裝套路嘛 新出省D的一個套路 對這其實近期的話 其實蠻多人都在討論 這個關於酷奇出水滴 最近再帶魔劍的角色 是越來越多了 包含像達瑞文 魔劍達瑞文 其實我們也有在 LEC的肌肉在當中看到 所以 這也是可以考慮的 做出裝選擇 節奏其實相比於 一開始現在節奏是稍微有點偏慢 疊水滴的這個時間其實是 沒問題的 很容易就抓到這個疊滿的時間 所以對於酷奇來說 Mission這種後期玩家 可以選擇慢慢的農 慢慢的等待後期的到來 而現在又有了 推薦的一個主動權 這讓Berjia的各條路線 其實都非常痛苦 現在回過頭來看那個 K2的閃現真的是 一個巨大的X音質 在這樣的比賽當中 那波的Gank其實在 Korara的先手 先手翻沒有翻到的情況下面 我覺得其實 在有閃的情況下 有閃有虛弱的情況下 是很有趣的可以拉掉的 但真的是自己的失誤 導致了一波節奏的崩盤 對 現在又讓Jumina可以繼續做事 等級上到6之後 我就來拿預示者 Berjia人員是想把自己的 打野投資在下路 中野想跟 光對線上面的壓制 其實就讓BJD這邊 也找不到防守 預示者的可能性 喔來看看酷奇這邊 在往上靠 但來不及追了 很慢啦 瑟雷系在偷偷摸摸 Korara 繞著一個野區 又往中路靠 現在真的是 Jumina目前是完全的壓制住了恩索 推到 但是是釣魚嗎 有點像釣2 來了一頭的撞PK 先撞起了左邊的恩索 右方的位置 Korara趕到 不過被布朗姆的Q 敲到減款的速度 讓自己的勾沒有勾中 剛剛這個2的羊 是在預判冒犯的閃現 但冒犯器也蠻聰明的 沒有因此而再度閃到大學裡面 他有看到了下路的那一波 因為他是TP來的 所以他前面一定會先盯著 他看到了自己的隊友閃到雷克薩的頭上 那我這一波這個羊過來請 我還是先別交閃 好吧 那也讓這波的進攻算是結束 輕鬆的被布朗姆給PP掉 不過預示者還是在麻吉手中的 那對麻吉來說他們其實不需要再 更躁進的去想要把自己的領先優勢 扣不到 現在這個1500塊的優勢 搭配等一下 預示者可能可以給到的兩層塔錢 好了 將近2000塊左右的領先優勢 以他們現在的這個陣容來說 是非常非常足夠的 甚至有足夠的資本去競爭 等一下的第二條小龍 對 劇本來已經做了他前期該做的至少 我覺得80%有了 80%有了 80%有了 再做太多 薪水也不會比較高 所以 好吧 這就是現在的現象 你做比較多 老闆會拍拍你的間說 做得好 但是 會不會有比較多錢 我不知道 只要他不要出綠雙刀就好了 不要吃無盡好了 不要吃無盡 太危險了 無盡有危險 來看 哇 你進了野區 自己因為 看不到只用聽的 但還是確認到了恩碩之後 直接鑽出來 想要跟對面打野正面單挑 畢竟自己是一個七等打六等 那這邊二薩斯是先往下靠樓 所以 等一下如果 有機會打起這個 龍戰的話 二就必須要投資自己的TP下來 沒錯 來到了六鳥 我有想隔著六鳥 勾恩碩 哇 但鳥還是被偷光了 真的不是不玩前期打野 真的就是不想虐而言 對 他說季後賽了 好吧 這 一般場次都是什麼 打BO1 一場就結束 我們享受遊戲體驗人生 玩久一點 對 打BO5太久了 連打三場會累 對快點結束 進來 一波爆入侵 而且還在確認對面中路的位置 Shake一下 聽到慢慢爬過來 就來看似有機會 蹲好往前翻 翻到 中路的貓恩被抓到 雖然交到閃現 不過 維持一晚嗎 來了 蓄空即行這一抓 搭配傷害直接KILLING SPRING 哇 我後面來了 太猛了乃哥 不過 只能帶走一個殺到 拿頭了 不過下路欸 少一個人了 Bajaya還是先用了烈士 是TP趕到 用洞過來的PK 以一個樣子 也把恩碩的閃現給撞掉了 這邊其實冒王 一開始感覺是有 察覺到 呃 絕本來入侵的資訊的 他也 猶豫了一下到底要不要往前靠 但 之後就真的是多轉那一步 就被聽到了 沒錯 欸他好像認為雷克薩的位置 說不定是跟酷奇同一邊 他躲在那個草叢裡面 所以想要 自己的技能去嘗試 喔 這種蹲點就是 喔 我們在 大部分的Jungle身上 比較少看到 就是比較有創意的蹲點 他這也是 他有插眼欸 因為他在自己的 那個是 應該是殭屍守衛 對 對 差一點點 所以他的視野其實是比較窄一點 沒有看到 沒錯 他以為那邊沒人 說不定那邊有人 哇 跟恐怖遊戲一樣 突然一個jumpscare直接嚇死你 這個也是雷克薩 唉唷 阿姿最好還是有補到人頭 那這個人頭 對 惡薩斯來說就非常關鍵 因為 可以說是 但是 Berjack在前期 失地的那麼多的經濟 只有 呃 只有惡薩斯賺到一點紅利 就是這個shoutdown的地下 那他一樣是有 機會在 呃 中後級的團戰 來E-carry 我我我我我 那這裡能走嗎 吃了龍 EQ走 布朗姆說借我貼 直接一個雙貼走了 而中路預示者 經濟交友mission 這波Berjack倒是 處理得還不錯 因為畢竟 最終Jungle還是倒了 對這個龍 Berjack還是有主動開的機會 就把龍給拿下來 也是確保了 龍魂不要這麼早先就掉落 而且剛剛二人是有交到傳送下來的 那雖然說有拿到一顆 多一顆擊殺 但至少 龍的部分是有被 Berjack給DNA掉 不過畫風畫面一轉 下面的位置 Margie已經是 派了很多人過來 不太能對了 剛剛這邊 呃 輔助是交了雙招 然後被 換掉一顆人頭 所以雖然說龍還是有拿到 可是 呃 經濟跟推薦權 就回到了 豪英傑的優勢這邊 沒錯 上半部的話 這惡詐斯也是 太儲品的一個起手 回家補出來的 所以這一個 發育時間 可能要再拉長一點 等一下現在另外四個人 得要好好小心 就不難 啊 在有點 很像忙完了 就有點這種 回去出去工作 現在還是回家啊 趕緊收收自己的一些出獄 我沒有發現他GANK 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他的 呃 等級其實還是領先加穩的 所以 在 農野跟進攻的選擇上面 這場比賽 也是絕本來 表現得更好一次 絕本來 這場打的是 確實是非常好的 所以 確實經驗老道就是不一樣 如果說的話 那 竟然 訓練已經有個閃電狼 先練了一下 看 都沒有絕本來 這樣的一個 訓練啦 絕本來的那段時間的訓練 現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這邊 本來是主動在13分鐘 快14分鐘的時候換艦 那目標當然可能是 等一下即將 要在1分鐘之內重生的 第二個 遇使者 這次呢 還偷了幾個護城 對 這塔城已經被偷掉了 來了 遇使者的爭奪戰 惡薩斯是有TP的 所以 惡爾是不能走的 他躲在了這個小小的窄口區 OMG 這個大絕 K度是有雙招的 但Chili是沒有的喔 所以 等一下真的打起來的話 要先看一下布朗姆 有沒有機會用自己的手 來了 直接走過來開大 正面刷到Chili 加爾往前EQ轉那邊 下了一個虛弱 並且往後炸 此時PK走後面 走了出來 這羊的撞進了 加爾的大絕裡面 布朗姆直接被庫奇給殺了 後方位置是好位感到的阿智 開啃 搭配加爾EQ 再加閃現 硬收人頭 後方位置阿智想要跑 在牆邊被勾住 不過已經拖一塔的範圍 可是PK很能打 扛著阿智就是一頓槌 過來 我要鍛造你 你變成我的動物 不過左邊位置 已經倒下了Gemm奶 打不贏信朵拉後方 趕過來的N座 看起來想救援 但自己已經跑不掉了 PK說 我做完了一個惡薩斯的道具 再做一個加爾 PK 完美的鍛造了兩個物品 在下方的媽媽沒辦法過來 但這一波交換 其實對BJD來講 已經算是 不幸中的大幸 因為最後打成了一個 四換三 就是他們少 多死了一個人 但這其實是 對MG來講 是一個完美的開戰節奏 因為PK其實蹲到了一個 最 惡薩斯非常精彩的表現 硬是讓人頭 交完並不至於那麼虧 這裡的視野不太足夠 走進來直接被撞到了 這運氣也是有點不好的 說實在他那個紅色掃已經有先確保 嗯 牆後有沒有人 但剛好沒有 人過來了 這個舉盾其實舉得 比較早了一點 所以讓好你的大爵士 有完全垂到 但阿智 我們提到剛剛是拿到賞金的那一個人 所以他在現在的發育 其實 在BJD當中 是唯一領先的 唯一不出給瑪迪這邊的陣容 所以被他找到一波很好的鐵路 唉唷 差點要擊殺啦 下半部這邊 乃哥跟貓丸 抖動了一陣子之後 最後這個QE還是中 這是操作對決 要在此時PK 蛤 是哪個小朋友想被斷照啊 哈哈哈哈 蛤 蛤 是你嗎 我有兩個人 打不過這個惡爾 你看那個惡爾 垂得垂得 而且他現在戰績202 然後在對方的星爪 並沒有特別肥的情況下 全力的塞物放裝 所以等一下在會戰當中 除非有機會搭配星斗拉的傷害 不然 他會在會戰當中 變成一個不太有解的 嗯 的存在 這實在是太恐怖了 這裝備 繼續的撐 而在上下兩邊的話 竟然還是有瑪迪繼續的推進 可是加爾商人有點亂了套了 有點太想拿遇事者的關係嗎 先掌握了視野 但也導致下路的塔被輕鬆推 上路的塔也被磨了一半 其實你現在注意一下 呃 三線的CS 你會發現 瑪迪他們沒有一線是贏的 他們沒有很明顯的 銀線的內路 但 他們的護甲城 剛剛看到 其實在十四分鐘前 拿的是七比頂 讓他們在沒有 明顯銀線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做到 透過轉線跟兵線的控制 就讓他們 多贏到這麼多的額外景 之前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你是真的 不了解巴傑隊伍 你可能會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自己就輸了五千塊的這種樣子 就 欸我沒輸啊 然後你 就是我對線CS都平啊 打野等級的都一樣啊 但 說不知突然就一個三四千塊的落後 那包含在地圖物件 我們看到現在也都算是交換的狀況 就是瑪迪這邊 呃 有拿到第一個遇刺者 那第二個遇刺者是被PGD拿走 然後兩邊的龍數其實也沒有差太多 可是 瑪迪就是硬生生多推了一些塔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呃 他們在 兵線的處理上面比對方做更好的 那現在的話 是以龍去取掉了遇刺者 做一個交換 瑪迪又把節奏再度的打穩了 沒有在 有優勢的情況下選擇說什麼 我全都要這樣的一個打法 而是 我讓你資源沒關係 我交換到資源 但我整體怎麼賺都會是優勢 這邊就 在對方拿遇刺者 呃 回補的情況下面多拔掉了 以後上路的外塔 沒錯 我默默的耕耘默默的收穫 這麻吉就是一個 很 老實 務實的一個打法 那對他們來說 下一個節奏點應該就是 在 呃 Mission的三項出來 還有豪雲傑的無盡出來之後 那這時候 兩件裝備的 雙核心 就會他們非常願意去跟對方結戰 現在就是等待的機會 也是先確保著 Berjar的遇刺者 交掉之後 再定做打算 要不然我們也知道 遇刺者 可以這個 化小 但也是有可能化大 就突然一波撞到高地都有可能 所以 看起來麻吉要先等待的遇刺者 結束後 再來定選打算 PK又在蹲 嗯 今天蹲上癮了 這邊 等一下麻吉其實是可以看 如果法洛之兵想要控陷的話 其實很有機會中路會 呃 鬧個空城 因為他們現在其實中塔的血量 並不健康 所以如果這邊K2 他是選擇要控陷的話 很有可能中塔會輸入防守 呃呦 在中路繼續擋住的同時 上路PK也已經露頭 不過舒子代表家裡其實有差勢 也在草紛裡面 咦 直接拔掉 哇 那這塔怎麼有一點輕鬆了呢 這邊 讓法洛之兵選擇帶邊線 這當然也是可以 但就是 決定放掉這個中塔 唉呦這裡有開戰機會 不過好運姐落單了 想追的欺女 殊不知 有一點保護不到啊 後方位直接加五怪 搭配左邊的法洛斯 想要一波歐一把 BOOST給其他 不過BOOST有別人照 想嘗試收頭閃線過去的K2 終於把好運姐可收掉 不過交出閃線之後 自己也得完蛋 後方位 二薩斯才看大絕 再大絕開一開 人死了 其實我覺得BOOST的操作 算是 非常 膽大心系的操作 因為他在自己沒有閃的情況下 他的揮戰位置其實是站的 被卡開的 他跟自己的隊友 因為布朗姆的Q的關係 被分開了 但他直接在原地覺得 第一時間 找到加文跟二薩斯覺得 沒有機會摸到他的情況下面 直接開蛋 然後打出了非常非常高的DPS 真的是 好不能靠N碩過去 扛著子彈飛啊 那後續 搭配自己的兩個隊友 然後達成了這個E 在側邊達成了一個 一換二的狀況 其實算是 很不錯的會戰判斷 這一波最終打了一個 我記得是三萬一 可加爾 終於在野區沒有抓到機會 直接落後的是 七千塊 現在東山在剛剛那部會戰 拿到人頭的情況之下 已經完成自己的三項了 他已經要升為經濟第一名了 對 好不好現在 召喚峽谷十大首富 好不好也只有十個 但是他第一名 對你會發現其實 他的這個選手在 這一季目前成長起來之後的 特性就是這樣 他不會一直去遊走 他不會一直 你看到他拿出 打出優勢之後 去線上幫其他人滾經濟或什麼的 但他的發育就是穩到 你到20分鐘之後 你就自動輸到一兩千塊 頭皮發麻 就是 你跟他對農 永遠農不贏他 這個時候 你想 激進點做點打算的時候 反而就會因此 出現了一些失誤 被人給抓到 麻吉就是這樣子在打 對像冒犯剛剛就是 有那個支援的心 覺得現在的中路就是要玩有走行 有這個支援的心 但 一個TP就直接讓自己的節奏亂掉 下方位置突然的一陣包抄 這包抄的速度 加爾斯根本沒有人可以察覺的 交出閃線的阿智 有機會回到塔下 彈幕一掃出來 沒有布朗姆保護之下 是直接死亡 不過後續的布朗姆也直接被 換掉 前方位是Gemini 直接進到裡面交出金人 而且另外有個 導彈飛 哇 這是 酷吉飛到別人加上的收頭 但這一波團戰 別人加上都沒有打贏 而且大家發瘋 麻吉突然上頭想殺所有人 一個閃線的PK 沒收掉法洛斯 不過團戰還是贏了 這波麻吉絕對就是 有點浪 有點上頭 但即便上頭的情況下 他們還是打成了一個 二換四 還是一個非常 有力的交換 他這樣打都不會輸 你剛剛看到 酷吉已經飛進去了 然後雷克薩也飛進去了 全部人都飛進去了 團戰沒有贏 雷克薩有懷錶 然後加上PK在這時間點的 坦度真的有點 呃 有點超乎 二應該有的坦度 不錯 哇 這樣回家的團戰都沒贏 就好虧啦 對 很虧 來看這一波 這是一個多麼上頭的 阿絲已經交了所有的招式了 然後後續 PK掃大之後 還是被暈到 呃 應該說Bruce這邊還是被暈到 然後直接被帶走 Mission航空 準備起飛 目標 嗯 奈 那個什麼 奈何橋 嗯 木柏湯開喝 哎呀 呃 還是沒 還是沒沒輸 那個火箭包的效果其實挺強的 呃 重點是PK真的太坦了 所以在這會戰當中 存活到後面的 最後的永遠都是麻雞的人 哇 這波團戰 不過加美 這個是大虧啊 大虧 這邊是已經幾乎 這種半滿半相送了 但你沒有拿下任何一個 這個人頭差還是被拉的出來 現在是 8000塊錢 第三條的小龍了 現在 要如何是好呢 現在 一波all in的傷害 要開始計算 究竟能不能殺死前排 計算了一下 嗯 好像不行 現在當然 對MG來說 他們只有Pulse有產現 其他人是沒有產現的 所以這可能會是 二大災會戰當中 有機會秀到的 來到了河道邊 Koala在座的勾道 留住了恩索 不過自己準備要被賣掉 吃了一下 淑醉搭配好一點彈幕 這邊掃下來後 PJ人員雖然 有著人多的優勢 但不太敢打 只能趕緊撤退 因為 恩爾來了 PK又是一陣笑 嗯 有哪個小朋友想被鍛造啊 這一波PJ的機會其實抓得不錯的 抓到對方 人員去親線的同時 然後對方又沒有閃現 所以 硬是留下一個Koala 但 能化的東西真的很有限 沒錯 而且主要麻吉 我相信他們的目標還是那條小龍 嗯 再等一下三十分鐘左右那個時間點 這條龍魂的加成 等下就 可以幾乎沒有太多的勝算了 因為那時候的 惡爾估計 你也打不死他了 所以對PJ對來講 我覺得他們現在是每一個地圖物件的架都要打 即便他們現在是落後了八千塊錢 可是繼續往後拖 對他們來講不會比較好 對方還有惡爾可以 可以鑽造武器 還有 呃 接下來的龍魂可以去拿 所以 基本上每一個地圖資源都要去爭奪 所以 人一定要露頭 要給對手一點壓力 才可以讓 對面拿的 不會這麼這個 不費摧毅之力 一定要想辦法阻止對手 不加的人員來了 先就取禮來確認 這一個 贖罪神石 布朗姆 趕緊過來 有時候 這真的不行 就贖罪神石看一下吧 這個裝備下也挺不錯的 冒彎第二件裝備出了 黑魔禁書 那 我自己是不太喜歡這個選裝 雖然說對方是有一些 呃 可以治癒 可以補血的角色沒錯 但 呃 這個裝備的傷害量 真的有點太低了 以他們現在的落後來說 我很像是第二次 還是第三次 聽到你對於黑魔禁書 有一些 我就在落後的情況之下 呃 對方又不是那種 真的很明顯 比如說像什麼 欸來看一下這邊 唉呦 這打一個布朗姆很痛 反身的K2射個三下 搭配一套O-In 但PK沒死 想要O-In 這個PK的Berjaya 會陷入危機嗎 後方位 阿智正在嘗試砍Bruce Bruce交出了閃線單點 點掉了二薩斯 沒了阿智 Berjaya剩下的人員 雖然收掉了PK 但自己陷入了危機 開始不斷的追擊 麻吉的人員開始加速 Bruce的彈幕直接掃了出去 這差一點白人可以掃死 Berjaya人員成功退出了一個戰場 不過中路二塔要被麻吉給拿掉 雷克正在找Q到可以進場大絕史 但沒有找到 但這一波 換掉了對方的PK 然後讓他交一個懷錶 但自己的Carry位也把神仙拳交掉了 沒錯 這一個殺PK的代價 哇 要直接Rush巴龍了 兩個AD位 這個速度當然非常快 Berjaya雖然有著打野存活 但恩索想要來到巴龍 這時間點 相信這已經是落在了麻吉的手中了 這條巴龍 輕鬆拿 這完全來不及 雖然說是易幻印的交換 但血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個轉巴龍 一樣是轉得非常果斷 看他PK這邊 他其實自己失誤蠻嚴重的 這個撞牆撞空了之後 讓對方決定 他也沒有閃現 所以可以all in他 但殊不知他 好歹是一個15等 而且坦度爆表的惡爾 所以 這裡 Berjaya的人把PK 當包龍星在打 你有沒有感受到 欸這個PK掉到洞裡了 就打 打很久 打很久 太贏太贏 真的打不太贏 打贏他也沒有用 這波最終 巴龍是掉了 剛剛乃哥這個Q 如果有噴到的話 可能進去就可以再搭配 好英姐再多收一到兩顆人頭 但雖然說人頭只有交換一顆 但馬吉也做得很穩 他們沒有 後續選擇要去逼塔 強殺或什麼 就是看到對方殘血之後 直接 把視野拍一拍 然後Rush巴龍 現在 拿到巴龍之後的馬吉 要準備來做推進 馬吉還是不斷不斷在往上拉 九千塊了 不過現在恩索躲在草叢裡面 被極寬槍掃到了 後面的2來 有個盾可以 取你擋得好 這應該是我們今天第一次看到布朗姆 成功用盾擋掉2的大姐 沒錯 但後續要等待自己的盾 趕快CD完成 要不然下一波好運氣的大就要來了 還好兵線已經清空 布朗姆人員可以繼續的守備 馬吉看起來現在在下一波 直接踏上高地 酷姆在偷點 但布朗姆沒有人可以處理他 一手的推 現在可以1打5了 他在塔下給的騷擾能力是非常強的 沒錯 飛彈丟幾個 布朗姆人員只能趕緊撤退 下路的水晶兵營 只能讓掉 這波如果布朗姆想贏的話 確實是不能開團的 往中路嘗試看能不能守住 現在轉線速度之快 馬吉的人員再度來到了中路布朗姆 現在捷盡所能 所有的力量都交有了清兵 成功將對手給擋住 不過巴龍還有1分鐘 上路兵線其實也是馬吉這邊在做推送的 所以等一下還有一波 轉上的機會 那如果看到布朗姆人 先行去上路防守的話 中路這邊就會鬧空城 中路的位置 50秒的一個時間 布朗姆人員能不能創造奇蹟茂 或者是K2 能不能限制住Mission 這個三向護騎點塔真的太痛了 而且右邊有一個火車撞進來了 直接撞死了一個布朗姆 我確定根本沒有發現2R的到來 哇這個PK 他突然從右邊衝出來了 他剛剛是在下路帶兵線的 然後帶一帶之後 突然間就直接從側邊衝出來了 哇這頭 哇最後30秒 剛好上路兵線又進來 這個巴龍Buff的處理喔 也是處理的非常成熟 可以用到最大化 最終也就不貪這20秒 10秒的巴龍時間了 順順的把龍阿 把對面加的一些野怪阿 全部都收乾淨之後 這個龍沒拿 選擇是先回補一波 準備拿一下地龍龍魂 這個是地龍龍魂喔 如果再被瑪迪拿到的話 遊戲應該就差不多到此結束了 這邊用的巴龍是真的不錯 他最後也是利用到4秒的回程 趕緊過來守這個龍 也沒有要貪去推高地這樣的想法 沒錯 1條巴龍拿了2座高地塔 然後再 2個兵營 甚至還有機會再把龍魂給拿到手 沒錯 巴龍不只是在小兵推進用得上 這個recall的時間 如果算得準 真的也可以用得很好 來了 第4條 這全場第5條的龍 巴加爾是 一定得死守 PGD現在居然輸在多 這波都只能硬接喔 哇 哇 不敢開 2在左邊 巴加爾只能先出手 但被釣魚之後 有點進退不得了 欸 2直接一個 瞬間移動開撞 哇怎麼辦啊 沒有人跑得掉了 只在鑰匙的恩座 嘗試蓋了回去 但蓋在空中 人灰飛煙滅 TP直接下 往下路去走 來自mission 下一個TP也要走 來自了PK 其他人 衝追猛打K2 開始抓人了 鬼抓人 狗狗狗 可惡啦 省心過去 沒有在這 沒事繼續鬼抓人 因為這個鬼抓人 只有鬼 沒有人 因為K2馬上要成鬼了 還在逃跑 而主堡拳 看起來麻吉 欸另外一邊 殺到別人家去了 麻吉在等 究竟 要不要先殺呢 沒有了沒有了 不如是說 我們不等了 結束比賽 我們恭喜麻吉 在B5的第一場 拿下比賽 哇 這個第一場 可以說是 蠻有說服力的勝場 是 大概從 可以說是從一等壓到 遊戲結束 對 幾乎沒有 失誤吧 我覺得就是除了 有幾波 可能就是打得有點小亂 像 其實好運姐在 對面藍buff那邊 跑到那邊一波 其實就算有點小輸 但他們也沒有打輸 對 所以那個其實也沒有說很算 那這場的話 麻吉卻也打得非常非常好 重點是就是整體來看 就是一些小 小辣茶那些東西都可以 下部演員 但沒有任何的 遊戲中的決策是錯的 沒錯 除了一開始吧 要講到就是最一開始 可能Mission真的 喝水喝的有點太快 太渴了 一直狂灌 甚至那個畫面都沒有帶到他 但後面我們看到的時候 已經沒事了 沒錯 突然一切一切的都消失了 非常的恐怖 那這場的麻吉 打出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宰致力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一場的關鍵團戰 落在哪一個位置 落在的是這個掃眼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這掃眼真的 他已經有確保 旁邊沒人了 他走進去結果 有點進去不好 對 但這波對BGD來講 已經算是輸的比較不嚴重的團戰 應該算是這場比賽 打得最有來有往的一波會戰 這波打成了 我覺得人頭上面 麻吉只有贏一點點而已 然後在阿智發育的非常領先 在這個時間點非常領先的情況下 他其實是有把該收的人都收一收 這下方的GD來雖然打輸 但上方的PK 這個鍛造叔叔呢 已經把對面一個一個都敲成了棒槌 這個PK在這場比賽 包含他在終極開始的蹲點跟會戰當中的表現 其實都發揮得非常到位喔 而且布朗姆在整場比賽 只有一次成功用他的舉盾 來擋掉PK的大決 他的大決施放是非常有耐心 非常不好擋其實 因為你看到的 就對手這邊很聰明 是PK跟Bruce的技能其實會錯開 所以你要擋你也來不及擋 坐在的 就是他有可能一開始心理意識 是我要擋好運 但突然二來的時候他也來不及 對於選手來說 這個意識上 他可能真的沒有練到這種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比較可惜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30分鐘內已經結束 MAGIC 我們從確實一開始 短短的可能是5分鐘前 本來PK稍微領先喔 但後面的話就是一路的雪崩喔 雪崩 而且這場比賽 看人頭數20比9 好像還好沒有到說差那麼多啊 怎麼樣的 但你看塔數就非常誇張 10比0 呃在季後賽等級的比賽 成功0塔的完封對手 是非常非常厲害的地圖衝擊 沒錯那輸出位的話 又是MISSION 達到28K 他的輸出甚至是他 隊伍裡第二名Bruce的兩倍 對 那你很難想像出他前面 到底有沒有被壓 說不定他前面被壓 也是他的想法 他故意給你推 給你找個GETP 以為自己可以做事 對蘇不蘇 我在這裡又融得很爽 Young boy 17 years 喔 喔 我們要恭喜MVP 來看一下這場的MVP 交給哪一位選手 給哪一個 欸沒有喔 沒有錯 沒有錯沒有錯 就是Gemini 拿下了這場的MVP 一個822的一個戰 以及前期的帶動 讓大家看到了 就是BP的針對性 可能要在針對著重一點 因為這場比賽 確實在第一Band之後 後面的處理 其實也沒有針對打贏太多 對 被Gemini找到了一個機會 可以說而且他包含 呃前面在下誤的內波Gank 可以好 或是在後續去蹲到 冒暗的內波蹲點 其實都算是 呃一般不會去想到的 進攻的角度啦 那這個也是雷克薩這些角色 可能說最大的精華的所在 就是他的翻山 可以讓他從很多特別的角度出來Gank 那這幾次的Gank 確實也是直接把BJD 想要去打的前期節奏完全亂套 沒錯 因為我們也知道BJR 這一定要想辦法在前期 有一點優勢的 而且比你還要推進 尤其是小龍這個數量 因為現在要看比賽 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小龍的數量如果有優 你基本上在整體前期的節奏 是算佔優的 因為基本上不會有人想說 真的就是 就放一條龍平白無故的這樣子 所以你前面的龍一輸 然後節奏沒帶起來 瞬間還被麻吉給反打 整個節奏一亂就完全沒得打 特別是因為在這場比賽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BJR的中下路是推薦 所以佳優往下 往下路打完全沒有問題 但乃哥的一波Gank 直接亂了一次純粹 非常的精彩 麻吉這第二場 還有載制的能力嗎 還是BJR在稍微休息的調整之後 可以反敗 反打 不是反敗 反打 想辦法把戰局來到1比1的平手 我們先稍微休息 回來就是第二場推局囉 而入市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